当地时间6月15号12时 一年一度的与普京连线电视直播节目上演 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直接连线的形式 回答民众关心的问题 今年普京都说了啥 往年他又曾有哪些机智回答呢 对这些人必须要平均的关系 第二个妻子刚刚才生了 他不是任何部网络部网络 他不是任何部网络部网络部网络 他保护了 对他会发生了一些热门的网络 我们将来做出了政治的选择 在最终的结果 就是在某些人,就是一个民主党, 只要他能够担任, 他能够担任, 达到某些地方, 是一个民主党的民主党, 他说,他说, 这些人会是在美国, 只要是一个民主党, 如果是一个民主党, 就, 那是这些人, 可能是女性最好方法 你终于把小鸡蛋捉了 雕鸡蛋捉了 大家先去冲巾 一定要当心 宣似的雕鸡蛋捉了 如果你们现在一直以赢了 和尔顿云洋 以受为首先 如果有人拾失了,又不 created, 但是我们当然, конечно, 我们当然能担心努力 和互相关對任何朋友, 如果他自己你要这个。 你自己想要 我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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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去年 我论 neighbour 很难成 很难生 不难生 哪遇到你 很难得 我非常希望你 谢谢 你自己想得 成功 能 bén 大家想得 都能成功 如果要做好 能lling 所以 会 做好 你一切 你有 будет спать – эт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 том, что ты будешь здоров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В.kład,逢те бы ОБАМА, если бы Вы тонули. Мне бы очень хотелось, чтобы со мной этого не случилось, но кроме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есть еще какие-то личные.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у нас какие-то особые лич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ожились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в США, 但我认为他能够准备的男人 也能够准备的男人 也能够准备做这个